来看一下阿布也是同样的动作 布莱恩这一跳拿到68分 可以起码获得一枚奖牌 应该是没有问题 三位马来西亚队的教练杨祝良 黄强和蓝卫 不管是这三位教练的执教水平 还是个人在当运动员的时候 这些运动的成就都是相当高的 而且现在有了他们三位教练 包括其他的90教练 对于马来西亚队的基础的跳水建设 应该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个一直在往池里喷水的这个是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噪浪器 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水面弄得波动一点 可以让运动员能够准确地判断 自己距离水面